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特要测试服里面的零路御前 这个世神今天我看了技能我觉得他可能强度比较偏中下一点 就是强度适中这样的感觉 然后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的话 他强度的话已经从最开始预估是T2 然后说这个世神可能只有T2.5 然后又说他可能是T3 那这场的话我就选择扳掉布置火 准备打12月队的话还是扳掉布置火好一些 零路以前可能在自己的自保能力 还有在他的就是大周层数方面的话 可能还要下点功夫加强一下 这个世神目前来说个人感觉自保能力太差了 自保能力不足 这是第一个要点 然后的话他这个世神还有个问题就是他 嗯就他输出的话怎么说呢 比较慢热吧 二技能伤害前期有限 三技能的话呢打少数人的话还好啊 打几个人还比较厉害 人一多的话也不行了呀 就这样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啊 第一场我就拿出标准10月 对对方是一个鬼童玩加上欲转金 呀呀 鬼童玩欲转金加上零路欲潜 他的技能如果改成一个二火和三火的话 那也很香啊 那也不用去改他的其他东西了 诶比昂花 他见到比昂花的话送他一个棒筋画筋 棒筋画筋 棒筋画筋 狗他 他上了阎魔来抢一速啊 无所谓啊 让他抢 让他修 我带一个比丘尼 让他抢让他修 不和他针 不和他计较 来 之所以我敢这么放心大胆的不跟他计较 是因为我这样 我带了一个零路欲潜啊 零路欲潜可以让我方的所有单位的话 受到保护啊 这个保护就不能被敌方的技能选中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我上海线卡来一下吧 他也是高速啊 哦 哦 射一剑 怎么感觉顺着要被打到这个保护了呢 这个罩子要没了呀 毅理之心的效果是只要毅理之心还存在 就会让敌方强制 只能把技能放给这个单位啊 只能放给零路欲潜 毅理之心可以承受三次的攻击 或者承受他攻击力80%的一个度盾值啊 好 大家可以看 这会儿他驴射箭的话也不能射到我的化金啊 只要这盾还在 只要我的毅理之心还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零路欲潜 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嘲讽的效果 很可惜这里盾没了呀 盾还在的话他也不能 可是大悦王又做错了什么 可是大悦王他只是个弟弟他又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普攻 搞他 对方是极风 对方是极风 对方的极风股通丸 先打我零路欲潜 再拉他股通丸 没事啊这里可以驱散我的 驱散一下我的大悦王 他的零路欲潜再上来 不愧是姐弟俩 站在一起一起嘲讽 一起中招 驱散一下大悦王 扔个行之咒 nice 锁花呀 大悦王还是可以把它放住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对方的守护效果啊 会让敌方的所有单位都进入类似于隐匿的状态 就只能把这个指向性的普攻和技能打给他零路欲潜了呀 相当于是保护全部队友啊 你要说强的话其实还是蛮强的 那也还是蛮溜的 然后性感大悦王 再一线杀姐 他们是姐弟不是兄妹啊 姐弟姐弟姐弟啊 今天阿玛君她录节目的时候她口胡了一下她说 姐妹 啊 来继续 这场希望不要搬掉化金啦 放鞍化金出来 好的 我们一起搬掉了不住 放鞍化金出来 零路欲潜 继续上来 嗯 嗯 然后这里 大悦王先上一只 化金上火灵这只 好 对方上了个欲怨般若 他带了一只欲怨般若 这里的话我就再带一只 棒金的化金 带了一只驴 欲怨般若加上驴加上云外镜 其实云外镜还是有点克制大悦王的呀 云外镜她那个镜又一套的话 大悦王普攻可以帮她回血 要帮敌方回血这个蛮尴尬的 对方桌上了比亚花 被我的棒金化金给吃到了呀 棒金化金已经提前看透了她的比亚花 提前看穿了一切 这场就放她的云外镜走啊 来 上来先拉下大悦王 哦 顺带一提啊 零路御前她不仅可以用来保护大悦王 也可以用来克制大悦王啊 姐姐开了大招以后 这个弟弟的话就是个真的弟弟了呀 弟弟 弟弟只能去放姐姐 地藏的零路御前 好 这轮的话是一个 就是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姐姐 保护下弟弟 来 化金的话这里就随便扑一扑了呀 无所谓了 出保护了 出保护就很烦了 出保护了 他这里我先不写战了呀 转移吃假给我的零路御前吧 看到了吧 因为我零路御前大招的关系 他这里只能普攻我零路御前呢 不管是驴的射箭还是波尔普攻 只能打给我零路御前 他就不能上来 锁定我的鬼头丸 或者锁定我的大悦王之类的 小酸丸不能点选目标 但是可以靠后面的几段的踩中啊 小酸比较特殊 他这个四段伤害 这个四段伤害是有可能会出发的 来先上御苑波尔 搞死御苑波尔 驴上来 拉他的 他也要上个保护啊 这里 同样是把我变上嘲讽一下 可以把他当成是兵勇的一个互换位置吧 打这个定位的话 保护队友 不吃命中 但是也只能扛四次 一下子把盾给打包的话 那就没了呀 一次打包盾的话 那这个就瞬间就无了 哦 比较花还是蛮厉害的 但是在我的花金持甲面前 都是纸老虎 因为玉藻千不是锁定技能吗 玉藻千他大招其实算是个尾AOE啊 不用选目标的 只要不用选目标 就可以避开他的这个效果啊 你就理解为 他是给全队上了鬼团玩的隐医吧 玉藻千这个保护箱 玉藻千这个保护箱 当于是给全队上了隐医效果 来 大跃完首刃玉藻千 嗯 对方是个十月队啊 那这一场的话 嘿嘿 我带了玉藻千 我们这边姐弟同心 他那边一个 大跃完孤家寡人 我觉得我ok啊 呃 呃 好 嗯 那我给你们看一个另外一个操作啊 就是 八奇大蛇把这个无敌放给玉藻千 这里把大招打给他的 来 强制攻击玉藻千 这个是他配合上像白藏主或者像八奇大蛇 或者像像薰之类的弑神啊 就可以给他上了一个保护性智能以后的话 用他去强行对方打他 嗯 持甲也不是被动啊 持甲是玉藻效果 啊不 这个玉藻也不是官方定义的啊 但是 从阴阳士的技能机制上来说的话 就化尽他的持甲和提甲 特别是持甲 更加类似于玉藻效果啊 比较像是 我们已经有见到过的像是 呃 龙的反击或者天呼神火之类的 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被动啊 或者是什么主动技能啊 持甲他是背后这个金鱼啊 你可以看到吧 就背后 化尽周围这个鱼 这个鱼就是持甲本体啊 开了技能只要持甲次数还在的话 这个鱼就在 就相当于是一个有限度的玉藻 开个提甲 新世神目前来看强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这场打完以后 我给大家再来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不上零路玉藻 就用一般的阵容来打啊 给大家看一看一般阵容来打的话呢 效果怎么样啊 用普通的阵容 来演示一下 我觉得其他这种打零路玉藻 应该是 十拿 不说九稳吧 十拿七八稳应该是有的呀 总决赛在五月底 没收到龙啊 今天官方不是发了CG吗 鬼王之夜那个 那可能是奇迷神龙最最最排面的一次 一尾巴抽死了云外镜呢 这个CG我们等会也可以看一啥 花金这里上来再点他的鬼王走吞 怒杀鬼王走吞 怒杀零路玉藻 所以说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还是只能普攻我的零路玉藻呢 对方这个十二月 遇到我方的十二家零路玉藻 这个大月完就变成真的弟弟了呀 有的弟弟的话是装的弟弟 而有的弟弟看到姐姐那是真的弟弟 感觉标题有了呀 当大月完遇上零路玉藻 你就是个弟弟 花金 开吃甲 您就是弟弟 好嘞巴吃大蛇来拉一只花金啊 然后就提甲给我的巴吃大蛇 哼 哼 烘套的巴吃大蛇 放个蛋糕 放个蛋糕 想回去 too young too simple 花金吃下把他炸飞了 嗯 这场结束了 下一个端音乐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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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s 你看看待 很快 完全